迪士尼动画《寻龙使者拉雅》 以130万美金的票房排名第五 动画片《奔驰把小马王》 以620万美金的票房排名第四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《时尚恶女哭依拉》 第二周上映就以1120万美金的票房跌到第三名 同样也是第二周上映就以1950万美金 跌到第二名的恐怖片《境界2》 美国上映10天的总收入 累计达到了8900万美金 最后恭喜描写驱魔大师华伦夫妇 调查一桩恶魔附身杀人案件的恐怖片 《莉莹宅3》是恶魔逼我的 以2400万美金登上票房冠军宝座 都是新闻团队在洛西安基的综合报道